大家好 欢迎来的言论 前两天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听了这么一句话 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说如果你在了解了美国这个国家之后 还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那么你要么是无知 要么是没有人性 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好了 短短一句话说尽了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这一路以来的变化 我很喜欢这句话 所以我今天也把它送给您各位 也作为我们今天视频的开场白 上一期的视频咱们聊到美国的房市崩盘之后 华尔街的资本大举杀入 在美国政府的配合之下 本应该在低位徘徊的美国房价 硬是被炒上了天 在一个根本不公开不公正的市场里 资本用白菜件抢购银行手里的指数房产 然后那些被赶出家门的人 又沦为了金融资本名下那些房产的租客 用一张图您各位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整个故事的全貌 这是一张美国从1990年到2020年 住房自有率的折线图 从1995年开始 美国迎来了互联网经济的狂潮 老百姓手里有钱了 这个住房自有率也随之暴增 但是随着互联网经济 还有美国房地产市场当中的这些泡沫破裂 大量美国老百姓失业破产 住房自有率一直跌到了2016年的63.7% 直接就跌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 但特别讽刺的是 如果我们对照这张图来看的话 您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了 这是一张美国自1951年到2021年的 房价中位数的变化趋势图 蓝色的那条线 清晰地展示了美国的房地产价格 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开始猛涨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会把这个价格的上涨 当成美国房地产市场复苏的一个标志 毕竟是符合大家的常识 但是当咱们再跳回到上一张图的时候 您各位就会发现 那是美国的房屋自有率不但没有升高 反而从2013年的65.2% 骤降到了2014年的64% 比过去七年间的平均跌幅还要大得多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上一期视频播出之后 我在那期视频里面说 美国政府伙通华尔街抢劫老百姓 然后有一位生活在国内的朋友就不乐意了 说我就是无脑黑美国 首先我真的非常虚心的接受你的批评 但是我现在也很想问问你 老百姓的房子没有了 房价却上涨了 请问房子都去哪了 而且不光如此 在2013年的5月份 30年固定房贷利率 我说的是美国的 当时房贷利率是3.25% 但是到了7月份 你们猜猜利率是多少 不多 不要紧张 就是涨到了5% 没有买房的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买了房的 还在还房贷的朋友们 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自己的房贷利率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上涨了差不多54% 我就问你刺不刺激开不开心 其实这个利率暴涨的背后 依旧是美联储与美国资本集团的算计 至于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您先稍安勿躁 听我讲下去哈 当时的美国贷款业务萧条到了什么程度 您各位一定想象不到 我说一组数字 您各位随意感受一下 2013年7月份的时候 美国银行宣布裁员2万人 8月 美国最大的按揭贷款银行 富国银行裁员2300人 摩根大通裁员超过1万 到了9月份 美国银行的按揭部门再裁员2100人 花旗银行裁员2200人 至于为什么贷款利率会突然的上涨 可能有人会猜这一定是因为华尔街扫房团买房买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利率才会上涨 但其实真实的情况和我们的直觉恰恰相反 利率暴涨 恰恰是因为华尔街的扫房团买的房子还不够多 从2012年年初到2013年的下半年 华尔街扫房团辗转美国12座主要城市 忙活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 但总共就扫了10万多桩纸书房 而当时的美国溺水房还有纸书房的库存保守估计超过1000万桩 2012年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大反弹根本就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你根本无法用任何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这件事情 而是各方联手操作之后的结果 这个玩法其实就跟他们在股市里吹泡泡是一样的 区区10万桩纸书房 它愣是撬动了美国总价值23.7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市场 房子没有扫多少 但是房价却吹起来了 真正想要买房的老百姓更加买不起房 或者你需要花更多的钱去买房 这个情况是不是跟今天又特别的相似 至于银行为什么希望房地产价格上涨 其实也很好理解 因为所谓的溺水房 就是那些房价已经跌到超出他们从银行贷的款的那一批房子 所以这些房子出现违约的概率会很大 所以房价上涨 能够非常及时的缓解纸书房库存的压力 然后再配合美国政府 故意延迟纸纸书房上市的速度 这才把房价拉了起来 但是吹起房价的泡泡只能治标 远远不能治本 面对这么庞大的纸书房 还有溺水房的库存量 涨价只能是延迟炸弹爆炸的时间 却不能彻底解除危机 当时的美国其实就跟今天一毛一样 美联储玩了命的大撒币 QE失踪波南科也终于被自己释放出去的 海量流动性搞得寝食难安 如果不能及时收回这些美元 那么美元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下一次经济危机也会在不远处向美国招手 于是这哥们在2013年5月的时候 就放出风声说要退出QE 6月又强调了一次自己退出QE的决心 然后就是咱们上文提到的 两个月之内30年按揭利率的暴涨 至于银行为什么要裁员 那是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 深息那是一个必然结果 所以提前布局有备无患 上一次同样是美联储为了挽救美国的经济 大水漫灌了全世界 但结果呢 真的如他们所料那样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吗 的确我们看到了股市蒸蒸日上 但是大量普通的老百姓却越活越穷 美国政府不管是上一次还是这一次 在他们眼里最优先需要去救急的是华尔街 而不是老百姓 老百姓是个什么鬼 当时美国银行经过计算 面对巨量的指数房影子库存 它必须在2016年之前 用平时五倍的速度处理掉这些积压的指数房库存 只有这样 2016年之后 指数房的状态才能够回归正常 只有这样美国的那些银行们才可以安全的过关 但是这个美好的规划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在此之前 美联储绝对不可以升息 一旦升息 股市首当其冲的就会下跌 资产价格就会下跌 所有人都会想方设法的套现离场 那么流动性也会减少 不仅会推高购房的成本 融资成本也会变高 那么华尔街的炒房团 还拿啥去炒高房价呢 在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 我需要帮大家梳理一下 那就是对于银行来说 它要尽快的处理掉指数房的引子库存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那就是打折出售 降价出售嘛 但是你这么一搞 不就又倒退回了之前的状态 大量的低价指数房上市 导致房价下跌 而下跌的房价 又会让它的指数房的库存变得更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对于银行来说 下跌的房价会让更多的房产成为逆水房 然后暴涨的按揭利率 会让更多的逆水房变成指数房 因为利率上涨 还款的压力变大 很多人无力偿还 所以他们的房产就变成了指数房 那些原本安安静静 被藏在这些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 这些有毒资产 将不得不以更低的价格出售 就会导致银行的资本金不足 按照巴塞尔协议的相关规定 资本金不足 会直接影响一家银行的正常运营 如果情况严重 那么这家银行甚至有可能破产 所以在美国的这些银行 处理库存的这段时间千万不可以加息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美联储加息了 那么30年按切利率一定会上涨 5%都是毛毛雨 轻轻松松7%左右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这些银行瞬间就会被自己手里的 这些逆水房给活活的淹死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美联储之后的操作 它居然真的就完全契合了银行的愿望 2014年美联储退出QE 2015年12月16日开始加息 这个桥段衔接的 就跟提前有人安排过剧本一样 美联储的招牌保住了 银行的命根子也保住了 唯独普通的老百姓继续被袭击 华尔街炒房团所能够提供的购买力 那始终是虚的 要支撑住房产价格 最终还是需要普通的老百姓 尤其是年轻人提供的真实购买力 但现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次购房者的中卫年龄 已经上涨到了2020年的33岁 这跟传统的美国梦的那个结构 就是你30岁左右 需要有自己的房子 老婆孩子 这个已经差得太多太多 而就所有的购房者的中卫年龄数来看 也是越来越老 这张图清晰展示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左右的31岁 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47岁 也就是说能买得起房的人已经变得越来越老 金融危机之后 购房者的年龄中卫数直接就上涨了8岁 我每次都特别害怕说到房子 因为我知道呢 我一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说 中国的年轻人也买不起房啊 中国的房价也很贵啊 对对对没错 我承认这是事实 中国今天的房价 很多时候呈现的也是一种金融现象 但是我见到的所有跟我喊房价贵的人 这个家里至少都有一套房 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些地方买不起房 和你回到自己的家乡都买不起一套房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且中国的房价的确有炒房团的存在 也的确有金融资本的介入 但是这种大资本伙同央行 有系统的打劫的例子 那是真的不存在的 不管怎么说 房价高不管在哪里都不是好事 我也没有想要去尴尬的比较 哪里好哪里不好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中国房价再高 房屋自有率 那也绝对是比美国高得多得多的 如果您各位还尊重数字的客观性的话 那么这点真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在这里再次强调 我跟各位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中国房价这么高 我也很不爽 我也还没有买房 所以大家不要来喷我 我只是在讲故事 咱们出归正传 原本按照剧情来说 在2013年美国住房自有率的下降 势必会导致更多的人需要出去租房住 通过前几期的节目 咱们应该也都知道 华尔街扫房团用白菜价 把纸书房买回来之后就拿去出租了 所以房屋自有率的下降 对于华尔街扫房团来说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才对 这个您各位想想看 前脚刚被银行扫地出门 后脚就搬进这些扫房团 置办的出租房 一个完美的闭环就此就形成了 但这个尴尬的是 很多租房的家庭 他们的经济条件普遍都不怎么好 而在美国许多城市 你每个月还贷款的那些钱 基本上跟你的租金是差不多的 尤其是在纽约 很多时候你的租金 甚至还要比你每个月还的贷款 略高那么一丢丢 所以那些因为还不起 按揭被扫地出门的人 华尔街的出租房 他们同样是高攀不起 于是炒房团的投资回报率迅速的缩水 从最初的20% 能够碾压股神巴菲特的高收益率 直接跌到了2013年下半年的4%左右 房屋空置率超过50% 面对收益率的持续下降 空置率居高不下 而且要维护这些出租房成本也非常的高 因为这些房子往往分散在全州各地 乃至全国各地 你要去维护这些房子 你需要投入极多的人力物力 所以当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 美联储一定会加息的时候 所有人都很慌 因为一旦加息股票债券市场以及回购市场都会遭遇灭顶之灾 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也势必会陷入枯竭 各大银行命悬一线 对冲基金直接哭晕在厕所里 到了那个时候 炒房团的众多投资机构 很有可能会遭遇资金链的断裂 被迫大规模的抛售手里的房产 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内部 所有人都在疯狂地跑路 那么谁能够有胃口 一次吃下动辄成百上千 甚至上万套的房产呢 于是那些比较机敏的炒房团里的散户 因为他们手里的房子并不多 于是他们就开始四散奔逃 但是对于大的那些投资机构来说 现在手里抱着那些房子 是咽又咽不下去 吐又吐不出来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最后不得不说 华尔街的这些职业骗子们是真的厉害 最后直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 变成了一件金融产品 2013年的7月 黑书公司火同德意志银行 隆重推出了租金抵押证券 他们把这些房子的租金作为抵押品 发行了这款证券 这个虽然美国刚刚经历过这个金融危机 但对于高收益率 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各种基金 还是趋之若鹜 扑向了租金抵押证券 说到这儿 您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帮人还是这么的既吃不既打 为什么就是死性不改 这就是贪婪的本性 明明知道那是毒药 他们也会稍作思考之后 就捏着自己的鼻子吞下去 只要眼下能够填饱我的贪婪 日后毒发身亡又何妨 毕竟死的又不是我 对吧 你说我怕什么呢 而悲哀的是 这就是今天美国式的传奇 他们不但没有被毒死 反而还成功了 炒房团推出的租金抵押证券 被各种机构抢购的越来越多 那么相对应的 房地产的价格就越涨越快 更多的人买不起房 然后不得不开手租房 这些炒房团在联手在一些区域内推高租金的价格 以保障自己的收益率 而原本那些砸在手里的房产 也通过抵押证券的形式转嫁向了社会 如果这个游戏哪天真的玩不下去了 那么那些买证券的人 一人一套房赶紧拿走 就当做这个纪念品了 反正我也已经套现了 而这一切的疯狂 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 美联储出售加息 而且恰恰就是从2016年开始 美国的房屋自有率才开始缓慢的上涨 赶走了华尔街的恶狼 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房子 才再一次慢慢的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但是要回到04年那样的水平 估计是不可能了 因为如今美国泛滥成灾的资本 怎么可能把好不容易 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再还回去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美国的住房自有率在可见的未来 只会平稳的下降 而不是升高 2008年美国的老百姓 用自己的血汗钱拯救了华尔街 但是在处理房地产问题的时候 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明显偏向华尔街 从我做的这三期视频里 您各位能够数得清楚 老百姓一共被割过几茬韭菜吗 从2012年开始的美国房价大反弹 根本就不是房地产市场复苏的一个标志 而是彻底沦为了吵架市场 绝大部分的普通人 只会在房价反弹当中成为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 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华尔街 在美国政府的袒护之下 他们对这些政府官员的选民进行反复的洗劫 但是没有人出来阻止 那你说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所以才任由华尔街去拯救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呢 当然不是的 纳税人已经拯救了华尔街 那么华尔街手里的指数房 就应该有条件的归还给纳税人 交由政府统一管理 拖欠就是拖欠 违约就是违约 指数房的惩罚措施必须落实 不能任由华尔街和美国政府 像2012年那样胡来 更不应该为今天拜登政府 继续通过法律手段 推迟指数房的上市而拍巴掌 那不是在为老百姓好 那是在为资本好 地方政府可以选择与原房主 签订新的租房合同 把这个房子按照低价 很低的价格出租给原房主 只要之后房主能在一段时间之内不违约 那么他就可以重新赎回他的房产 用租金替代地产税 供给当地的医院 还有学校等公共设施 如果美国政府可以这样操作 那么指数房自然不会大规模的上市 那些指数房的房主 也不至于被扫地出门 自然房价也就不会暴跌嘛 然后再配合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 那些遭遇危机的家庭 他们的经济压力也会大大的减轻 您各位看看今天美国社会 尤其是纽约三天两头出现的暴力事件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 对自己的生存现状越来越不满 我给您各位随便看一幅图 就这幅 非洲裔美国人的住房自有率下降是最惨烈的 而且由于种族歧视的原因 黑人社区的房产价格本来就惨不忍睹 我曾经见过最极端的例子 一模一样的房子 家具都没有差多少 但就隔了一条大马路 一边是富人区 一边是黑人区 他们的房产价格居然就差了50% 两者差了一倍 所以在遭遇危机的时候 黑人社区的房价往往是跌得最快最惨的 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哪个礼拜 不莫名其妙的死几个非洲裔的美国人 但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黑命就突然归起来了呢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烂事 一个弗洛伊德真不至于 其实政府能做的事情有许多 只要政策配合得当 把你救华尔街还有银行的那些钱 你只需要拿出来一半 可能一半都用不了 去救美国的老百姓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根本不需要华尔街炒房团的人来抬高房价 在政府的干预之下 房租会降低 那些只输房的房主只需要努力工作 慢慢的恢复元气 他们就可以赎回自己的房产 这会避免许许多多的家庭悲剧 社会综合治理成本也会下降 今天在美国出现的购房潮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手里有钱了 但更重要的一方面 还是因为投资机构已经成为了主力 这么高比例的现金购房 你告诉我一切都正常 怎么可能吗 大规模的投机现在已经出现了 投资机构他们入场迅速 一旦风向有变化 他们撤的会更迅速的 所以指望他们房价不但不会平稳 反而潜伏是剧烈震荡的危机 只有让真正的购房者占据主导 这个房地产市场 他才会真正的健康的复苏起来 要做到这些其实特别的简单 那就是让华尔街 把他们不该吃的东西吐出来 然后美国政府做一点 真的关心人权 关心平等的事情 来善待他的百姓 但是你我都知道 这事它永远不可能发生在今天的美国 而这也就是今天美国最大的尴尬 201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 同样是值得铭记的一个年份 2016年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中国有7250亿美元的资本外流 其中大部分都跑去了美国 美联储当年的疯狂大撒币 就像是一场大海啸淹没了全世界 短暂的狂欢之后 退却的海啸卷走了岸上的一切 但是这些钱 有装进美国老百姓的口袋吗 从数据来看好像并没有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有那么一两个人 跳出来说我是无脑反美 其实我真不是 我希望美国的老百姓 尤其是那些居住在美国的 我的那些观众 我希望他们生活的都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幸福 我也真心的希望美国 回到那个平和的 有担当的年代 我希望美国也能特别的好 美国好了这个世界才会好 但反之每当这个家伙 开始胡搞的时候 全世界包括美国的老百姓 都会活不好 这就是现实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视频 如果您各位觉得我的内容 做的还凑合的话 麻烦您各位帮我点个赞留个言 推荐给您的小伙伴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